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玉米种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咨询的问题也不少 所以这期我们想集中性的来帮咱们朋友们回复一下 第一个就是玉米打空旺剂应该在什么时间去进行 第二个就是在空旺的时候一般什么样的配方比较好一点 第三个话题就是在喷上空旺剂的时候和微量元素复配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空旺在什么时间 一般在7月的上中旬去进行就行了 因为各个地方玉米播种有早有晚 一般空旺这个时间就是从6片叶到8片叶之间 是最后的一个时间段 第二个就是说在空旺的时候 一般比如说有多腰座、细腰座、矮状素 这些都可以 目前的市场比较好一点就是安鲜值和易烯利复配的 这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在喷洒空旺剂的时候 我们以前也经常聊到零酸二金钾 零酸二金钾本身也具有空旺的一个效果 所以咱们在喷洒空旺剂的时候是可以加入零酸二金钾的 同时很多农户资讯能不能加入这个新肥 大家知道玉米需要这个新元素 而且新的在前期需求还是挺高的 那么综上所述 玉米空旺剂可以再加入这个新肥 那么咱们在喷洒空旺剂的时候 一般建议就是在下午4点半之后再去喷洒 咱们在喷洒空旺剂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 如果说太干的情况下 你喷洒空旺剂效果相对比较差一点 那么咱们可以结合 就是这段时间全国范围内正好有大雨的天气 那么等这个大雨天清以后 这个叶片游戏已经达到六片叶了 只要在六片叶到八片叶之间 那么你就可以去进行空旺 这样子空旺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谢谢